全日空的越南官网出包出现了低于行情大约是一折的机票 17号下午3点到深夜12点左右 各大机票论坛粉砖都在疯传全日空的越南官网 一次出现了问题 从印尼飞到日本再转机到美国的来回机票 商务舱竟然只要1万多 而头等舱也只要3万多 大约是行情价的一折甚至更低 而且真的有不少民众都抢到了 而且全日空也决定要全数认赔 一夜之间各大机票粉丝专业论坛都在疯传 ANA全日空的越南官网出现超低bug机票 从印尼飞美国来回竟然只要1万多元 而且真的有不少民众都抢到了 其实出现bug票还蛮兴奋的 我自己有买到一张头等舱 雅加达开始出发 然后经过东京转机到洛杉矶 大家都讨论非常热烈 像我观察像是马来西亚 或是新加坡 他们也在封赏这张票 NA全日空4月17号下午3点到深夜12点左右 越南官网出现问题 印尼雅加达经由日本东京转机到美国 今年9月到明年3月部分票价出现低于一折 像是商务舱来回行情价约20万元 官网却显示只要1万多元 头等舱来回甚至也只要3万元左右 有专家推测很有可能是网页币值汇率混算错误 事隔不到一天 全日空台湾分公司表示 总公司已经决定全部认赔 我觉得以头等舱跟商务舱这种越洋航线的价位来讲 随随便便我相信可能总额可能会到上亿以上 大家要看它销售的总数 我还是要想清楚这个票有没有适合你 因为你就要考虑从台北到雅加达的衔接的这个部分 超低票价连机票达人都忍不住出手 明年二月出发印尼亚加达经由东京转机到纽约再前往哥伦比亚波哥大 中途搭商务舱又搭头等舱 总共只要4万4千元 等于打了一折 更夸张的是这些累计里程还足以兑换 淡季的台北东京来回机票 也让强盗票的旅客直呼太幸运了 记者综合报道